接下來我們來關心一下兩岸之間的局勢 朱立倫在國民黨星期六的全代會裡面 不小心 國民黨事後是講說口誤 他說國民黨反對九二共識 我本來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我嚇一跳 不禁榮心大悅想說 國民黨反對九二共識 結果後來不是口誤 我們來聽聽看他當天到底是怎麼說的 朱立倫主持全代會宣布副首人事布局 全場鼓掌看來熱烈 但全代會開始前 朱立倫的兩岸問題QA 才發生令黨內捏拔冷汗的尷尬場面 他一樣是把所謂反對一國兩制 罵入這個當中 跟大陸溝通協調的時候 這會不會造成一個障礙 這個都是根據我們黨章跟黨綱 反對台獨 反對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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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倫脫口 反對九二共識 現場一陣騷動 難不成要提出新的兩岸路線 文傳會主委林涛 緊急澄清 更正一下 謝謝 沒有反對九二共識 網路上討論度飆高 嘲諷朱主席是真正的台獨分子 根本最強臥底 這句講出來民調多5% 還有人問 這麼重要的兩岸論述怎麼 還口誤 早上起來要多喝一杯咖啡 講話會更清楚一點 先覺得反對台獨 反對一國兩制 現在朱立倫是不是有變化了 到底有沒有變化 是口誤還是心誤 心裡的心 他自己要講清楚 好所以到底是朱立倫心裡想是反對一國兩制 但是嘴巴不小心講成反對九二共識呢 還是說心裡想反對九二共識 但是嘴巴不小心講成反對一國兩制呢 所以我搞不清楚只有朱立倫 因為我不是他肚子裡也回蟲 我沒辦法去猜 所以仁俊你看 他除了講口誤反對九二共識之外 還吹聲反台獨小組耶 我覺得這個反台獨小組 這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炒這個東西 我老實講已經酸掉了 有100多個黨代表連署耶 但問題是現在誰在跟你檯面上跟你談論台獨嘛 我覺得連綠營的人士對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已經很清楚的知道 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叫做台灣 沒有問題 而且也沒有人要把外島排除在外 他就是一個統稱 所以你今天一直不斷的在這上面 那這個反台獨 我覺得大家的想法都跟我差不多啦 誰會一天到晚在講台獨台獨 我跟你講不是台灣人你知道 老共 只有老共一天到晚就講台獨 我們都已經不講了 他還在那邊講台獨 為什麼 因為他唯有把這個拿出來 講的時候才能夠合理化 他所有要做的事情 台獨就是他的稻草人嘛 對啊 他詐一個稻草人嘛 打個王子啦 就在那邊 他就不斷的講 好像他這樣就師出有名 所以我真的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黨現在一直在搞什麼 反台獨小組 反正就真正對民眾來講 他有什麼意義跟感覺嗎 我真的比較純 你知道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這一次的這個黨的這個全代會 看起來他其實是很重要是 因為你朱立倫當了黨主席嘛 那你的政策 你到底要把國民黨 帶到什麼樣的一個方向去 我覺得這個大家真的高度關注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在這幾年的變動 讓大家會比較害怕 就是說只要換一個黨主席 路線就不一樣 對 然後路線雖然不一樣 但是只要有人出來表達不同意之後 路線就會調回去了 所以到底會變成什麼 真的不知道 朱立倫突然就來了一個 反對九二共識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什麼事 你知道 但我真的必須講 因為這個是朱立倫他講的 我認為他在當時的時候 他可能真口誤 有可能啦 但是他真心不覺得 他自己講是有問題 你看他態度之堅決這樣子 但問題是 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對 我不認為應該簡單的 有一個發言人出來講說 啊 說不對啊 所以你覺得應該朱立倫自己 他必須要講清楚 因為講的人是你嘛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喜歡談論馬英九嘛 馬英九當年在馬錫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公開拍的時候 就是沒有講一中各表 沒有講各表嘛 你最後他講了什麼 一個中國 對 被質疑成什麼樣 總統府後來出來開三次記者會 強調有有 他們小房間裡面 馬英九有講 有用嗎 沒有用 所以你今天講錯 好 我們我們善意啦 善意啦 雖然我認為他可能心裡面 他一直在覺得 搞不好是講出真心話 我不知道啦 但問題是這種何等重要 因為在決定你們的路線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之外講說 講錯的 說更正的是林涛 又不是 對啊 朱立倫 林涛雖然是發言人 但是不能百分之百代表朱立倫 對嘛 所以我真的解鈴還去細鈴 這個沒有問題嘛 那你真的有問題 你趕快讓國民黨人知道 真正方向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嘛 那現在我會來 就是說你記不記得當時萊斯 萊斯在講就是接受訪問的時候 講說國內有一些政黨 好像跟這個老共互相唱和或什麼 當時國民黨的說法是說 國民黨說萊斯被誤導 被民進黨騙 而且當時是朱立倫自己出來講 對 可是我剛剛就強調就是說 今天國民黨的全單位合集是重要 要確定這個路線還要搞一個反台獨 所以我真的想問這個反台獨小組要幹嘛 就反對台獨 不是這個小組 你還把我拷倒了 不是這小組要做什麼 你先跟我講一下 我也很好奇嘛 你們要催生這個小組 那這個小組要做什麼 推動反台獨 不是無聊了嗎 就這整件事情其實沒有任何實質 那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為什麼 因為馬曉光跟習近平 他們可能常常在講說要反台獨 那你可能想跟他們去有一些互動 讓人家知道說你的立場也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習近平當時給朱立倫賀電 好像也提到反台獨什麼的這件事情 沒錯 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其實老實講 他們每次賀電都講這件事 也沒有別的 只是到了朱立倫那邊多了一個統一 所以我這必須講 就是說為什麼每次讓大家都覺得說 老共的重點方向是什麼 國民黨就講這個 你要講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從務實面回來看 我覺得我剛剛的那個 一開始講的那句話 現在台灣裡面 到底有誰不覺得台灣自己是獨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民國 你們喜歡聽中華 哪一個不覺得 我們的國慶的時候也是好大的一面 兩面國旗在那裡飛嘛 對啊 你國民黨也看不見 就一直在講說有人要推動台獨 有人要推動台獨 所以我老實講 當當你的這個權財會做出這麼重要的一個決策 是要催生反台獨小組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層次上面真的弱掉了 你知道嗎 好 你好不容易把大家都召集起來 你應該是討論一下 國民黨你接下來主軸方向 怎麼樣對台灣真的有利 有幫助 四個公投態度在權財會應該討論一下吧 就是講不清楚嘛 所以就想出了一個 反台獨小組 我真的會仔細的看一看啦 以後他們這個小組到底要做什麼 還有小組的成員 因為現在看起來只是催生嘛 那後面要怎麼做 我老實講這個可能還可以看一下 對的確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反台獨工作小組 當然最後他是由 權財會是決議就是交由中常會研議 那根據我對國民兩黨的了解 這所有的案子到中常會研議之後 大概最後都死成大海 就是他不會研議 好 我們還有一個斗內 這應該是在美國的朋友 他說他叫做AIRSOFT GI 他斗內20美金 KMT是中國政黨 他們為什麼關心台灣 他們只在乎能搶多少錢 就像這個Controlia Rice 就是前國務卿萊斯他講的 他說中共只用親中政黨打敗台灣 他們不需要使用這個叫PLA KMT擊敗了3Q的台灣政黨 他們將利用這些公投進一步破壞台灣 他們不希望美國幫助台灣 他們寧願把台灣交給中共 所以我請教你 巧欣 這個你們這個是黨代表提案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今年黨代表大會 我是給他們很多的鼓勵 為什麼 因為之前每次在黨代表大會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人 然後講出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節目 好 每年都有 就要被嘲笑一番就對了 對 要被嘲笑一番 今年只有催生反台獨小組 我個人覺得這還算是 符合國民黨的主張 只是說我覺得比起反台獨小組 我覺得呢 中華民國的互縣小組 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會更好一點 為什麼不要成立一個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小組 沒有 不用嘛 我們現階段能做什麼 怎麼不用 你要幫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想一想 我們從小被教育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騙了我們幾十年了 我們國家要先搶起來 才有可能去統一對岸嘛 所以我覺得要更實際 更務實一點 然後那反台獨小組呢 要成立不成立 我覺得都沒關係 因為如果在黨內 有一些議題團體 他們自己覺得 他們想要做這個 那就去 因為也沒有違反到 第一個國民黨的黨上 第二個就是 我們是公民的自由嘛 他們覺得這樣做好就好 至少 至少 今年沒有特別被提出來 嘲笑的人事物 我個人呢 要給大家一個非常大的掌聲 你不知道我 已經很低了是不是 沒有 我不知道 就是只要不被笑就好了 每一年都會有奇奇怪怪的 那有一些說法 還會傷害到台灣人民的情感 那我不喜歡這樣 我覺得呢 都做到黨代表了 應該我們也要替國家 不同的聲音多元的意見 去做一些思考 不要出言傷人嘛 所以像之前的時候 我也會講說 那樣講不好 所以今年呢 他們只是說 要組一個反台獨小組而已 也沒有做出 或是說出什麼 傷害不同意見者的話 那我覺得呢 今年真的是還蠻不錯 代表今年的素質呢 蠻高的 有進步了 有進步 你們應該也都認同吧 因為每年我們都在討論 這件事情啊 已經經過很多年了 其實我跟你講 我跑政治新聞這麼多年了 不管是國民黨 或民進黨的權貸會 總是會有一些像抽福袋的概念 都會有一些 你聽了 你看了之後真的會 有時候 講好聽點是會玩耳一笑 有時候講難聽 有時候真的會臉上三條線 你嚇一跳已經來不及 他已經講完了 你怎麼樣 所以 拜託各黨的黨代表 提案前稍微想一下 好